施工人員將保護網移除 隱藏在橋下數十年的 卡瑪丁旭川河岸勃坎重現天日 讓老基隆人文安里長李隆敬超級感動 大概幾十年沒看到他了 應該五十年以上了 五十年以上了 現在再看到他感覺怎麼樣 很興奮很興奮 為了解決微橋問題 旧市政府在市區中二橋與中山橋 進行橋樑改建工程 卻意外發現旭川河在愛一路 與校愛一路的河岸勃坎遺跡 還是大學生的林炫成 立即向當地市議員陳情 希望妥善保留 就是經過的時候 其實很多民眾都有發現 那大家呢就是 有發現但是沒有想要有一點作為 那其實我們就是想要 帶齊大家去認識這個東西 因為勃坎它其實不稀奇 但是因為在這裡顯得稀奇 因為這裡是卡瑪丁 有一群基隆在地青年組成的文史團隊 基隆卡米諾也提供1973年的照片 呈現當年旭川河還未加蓋死的 基隆人河岸生活場景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馬丁的這一側 它以前水岸的照片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以前這邊是有樓階梯 有階梯的地方 那以前的河其實在從小的時候 家長都會說以前會有船可以進來 那也是後來從第三張照片的時候 才可以是看得出來 就是以前真的是有河可以進來 卡瑪丁續川河岸棄石勃坎的出現引發關注 負責橋樑改建工程的 金融市政府公務處方面強調 會將兩岸勃坎現狀保存 工程進度並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不會去做相關的設施的破壞 那原本在哪邊的勃坎它還是會在那邊 那我們新做的橋樑中二中山橋的部分 會在我們勃坎後方新設橋台基礎 那是未來的我們橋樑設施的結構 那所以勃坎的部分並沒有破壞到 對 目前就是現況做一個保存的動作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也已經邀請 相關文史專家到現場勘查過 強調將在兼顧交通改善及 於是產業發展的前例下 做好文化資產保護工作 看得到的這個勃坎 首先它沒有立即被拆除 或者破壞的疑慮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在保存文化歷史的同時 也要兼顧到民生上的需求 工程上有一個工程的解修口 是不是可以做這個部分的一個討論 這個部分我們會尊重公務處的一個 原來的一個意見跟看法 那我們文化局會來協助 來參與這樣的討論 希望能夠在空期能夠如期下 我們能夠照顧到其他的人文跟歷史 對此金融市議員周文廷建議 可以採設立透明玻璃模式 讓來往民眾都能看到 這段珍貴的歷史場景 因為這畢竟是長久以來 金融人生活的一個記憶 透過這個開挖 然後鋪上這個玻璃的路面之後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過去金融人生活的一個軌跡 那也可以在觀光的方面 帶動一些觀光客來到這邊 看到原來以前的這個卡瑪廷 是什麼樣的一個景致 除了頭善保存這處 基隆人的歷史文化痕跡 並結合林開群洋樓策展 介紹旭川河開發史 金融市議員同志委進一步提出 未來在取得地方居民共識後 能將明德至善清明這三棟大樓拆遷 讓旭川河河岸風華重現 在過去 這是金融人的記憶跟回憶 在未來我們希望有一天 我們可以把清明至善 明德三棟大樓 在取得地方居民的共識後 有可能來拆除 讓旭川河的景觀再現 包含東岸高架橋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未來希望有機會 我們的願景是打造一個 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背景的 林蔭大道河川景觀 這是我們將來的希望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好好保存 長年研究在地文史的文安里長李隆敬表示 旭川河道整治工程 在1912年日治時期完工 中山橋臨近愛一路段 是基隆漁會拍賣場舊址 當時岩壁設計博侃 以方便死進旭川河的漁船搬運漁獲上岸 卡瑪丁漁士的名稱也是由此而來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